这件事是跟大家分量的, 因为以前还有一套我今天特意, 因为太详细了,所以我也要这份看, 因为我要看着才能够讲错, 因为有些涉及比较敏感的问题, 以前我没有介绍说, 因为不想得失这么多人在医疗那里, 刚刚就有人在首识财区的讨论区写了一本书, 就说有个医学死了的, 有个医学博士, 大家可以上首识财区看看, 如果认识上网的话, 他是他八年的骗局,一百年的骗局, 他是这个万大二重医学博士, 是在美国一个大医院的演长来的, 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 他还有是美国伊利洛州医生执照局的局长来的, 是美国医学会, 很有超级政治文量工会组织的领袖来的, 即是美国医生工会的领袖来的, 他写了一本书, 有个医学叛逆者的字白, 搞踢爆, 是的, 这个踢爆那本书, 就说你会怎样捍卫你自己的生命, 不要让医生和化学药物和医院去害你, 他那本书,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的, 那本书的书名是《一个医学叛逆者的字白》, 有六个重点的, 第一, 医院每一个年度的身体检查是一个陷阱, 第二, 医院是病人最危险的地方和最容易死的地方, 第三, 大多数外科手术给你的病者的伤害, 就一定多个好处, 即是做手术, 第四, 所谓这个疾病的化验, 唯一检验, 检验的系统和过程是不合理的, 简直是腐败一团, 就算最好的科学仪器, 都是错误白出, 完全不可信任, 哇,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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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厉害的, 第五, 绝大多数的化学药物, 不单止没有医好你的真实效果, 还有会令到你有另一种病, 或者有些无厘头的病出来的源头来的, 是因为你吃你的东西引起另一种病出来的, 第六, X肝的检验是诊断程序的重点和特色, 一张X肝片胜过千言万语, 但幅射线对人是很危险的, 还有你以为他是好, 以为照片一检验就很好, 但他检验结果是错误白出, 因为解读X肝片的是人, 不是章验出事是人, 他会解读给你听, 知道吗, 就是因为人就会有偏见和情绪的影响, 而错误判断了这张X肝片, 就算和一个专家, 在他十年后再解读他同一张X肝片, 他都有百分七十几的偏差, 即任医生说的, 例如今年这张X肝片出来, 我问你有什么事有什么事, 十年后你叫他看这张X肝片再说, 就算了, 完全不是, 和一张X肝片, 所以都挺大件事的, 如果今晚, 现在过了多久, 你说吧, 讲一下, 详细一点, 大家很快再讲一下, 因为这都挺重要的, 第一点, 在高血压的药物控制, 很多人就被西医宣布有高血压时间, 譬如我医生说, 你现在有高血压的, 你有高血压, 那你立刻你的血压就会更加高, 一下子, 立刻高了一点, 不理三七二十一, 你就会立刻吃那些抗血压药, 因为西医告诉你, 你不吃就会中风, 好了, 从这一刻, 你一吃这些抗血压药, 你的噩梦就开始了, 那这种人, 他迷信西医是对的, 因为他不知道西医是什么, 什么叫西医, 你变成你很盲目, 就听那个医生说了, 好了, 如果大家只要你稍微深入去想一想, 告诉你有高血压的医生, 他有没有同时告诉你为什么你有高血压, 是什么原因令你有高血压, 他没有这么说, 如果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或者他不知道为什么你有高血压的话, 即是等于说, 你相信一个根本不知道你是一回什么事的医生的话, 他只试验到你有高血压, 但他不知道, 即是你相信一个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的医生, 你去吃他的药, 你不是蠢蛋是什么, 或者你不是迷信是什么, 第一个, 几乎所有降血压药都是利尿剂来的, 它令到你的肾功能下降, 在中医来说, 肾是主骨的, 管记忆, 管你的受益有多少, 所以现在的人那些骨质疏松症, 老人痴呆症, 脱头发, 听力减退, 受不长命, 性功能又降低, 就是因为你吃的西药, 多数都是酸性, 酸性就会破坏了血管壁的组织, 就造成了血管破裂, 即是反过来说, 你吃高血压的药, 病者就更容易会中风和心臟病, 你不吃降血压药, 没有那么容易有心臟病, 不吃的人反而不会有这种病, 血压根本是没有标准的, 日日都不一样, 跟着你心情起伏而不定, 跟着你的运动有多少而不定, 西医的标准根本是药厂自己定出来的, 为了想卖药赚钱, 那就定个标准出来, 有了这个病了, 然后才有一个名堂去卖药, 你高了, 超过这个标准了, 那些药就买了, 不然你不会买, 众众装到很慈悲, 因为预防你中风和心臟病卖给你的, 假扮, 假扮慈悲, 你不吃就会中风, 心臟病, 其实不是, 你试看世界上多少人因为一直吃钢血压药, 结果都是中风, 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根本是没有人中风的, 所以他说, 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璇都是假中风, 对不对? 这个是看他的广告语, 第二, 血糖高的病人, 医生就告诉你血糖高, 要又叫你立刻吃钢血糖的药, 然后他就跟你说, 如果你不控制血糖的话, 你又会有心臟病, 严重的时间, 你又会清光眼, 吓死人这些西医, 在医学院受教育时, 就一定灌输他脑的直觉反应, 被西药厂洗脑的医生, 不知不觉中, 就做了西药的强力推销员, 而他自己不知道, 即是现在的医生, 是做了一些药厂的推销员, 在他自己的临床, 即是在这个博士, 他说他在临床上得到的心得, 完全是相反的, 中医认为治疼的病, 就必须要先强壮肾脏功能, 高血糖首先你要击溃肾脏之后, 然后才对心脏造成威胁的那种病, 而所有西药都是伤害肾脏的, 所以你吃高血糖的药越多, 就越容易得到心脏病, 光药可以在眼中, 终于认为只要肛脏好, 就不会有眼疾, 根本跟高血糖是无关的, 因为你吃了西药, 或者注射了胰岛素, 就造成肛脏的损害, 因此你就轻过眼了, 他有很多病人是糖尿病的患者, 每个患者都有根据西医指示, 食药很多年的历史, 结果心脏有问题, 对眼也有问题, 因为美国人很多都了解西药的后遗症, 所以就很生气西药, 但现在在中医逐漸成为了美国医生医学的主流, 很奇怪, 他们一有选择, 就几乎一面倒就去看中医, 想尽办法就不吃西药, 就算很难喝的中药他都接受, 甚至无抗血糖的药根本是一个骗局, 他说现在你抗血糖的药是一个骗局, 医学博士这个院长给大家解释, 你拿两个同样大小的杯, 一个放满水, 一个放半杯水, 然后同时加同等量的糖在这个杯里, 结果半杯水当然甜一点, 因为半杯水就加糖, 对不对? 现在你想想, 有两杯水的甜度一样, 你减半杯水的杯加半水, 或者选择发明降糖的药来降低血糖呢? 根据物质不滅的定律, 你使用的降血糖药, 之后你以为血糖下降, 那你就错了, 血糖根本没有消失, 多余的血糖就开始团积在你的腿脚部, 走的糖呢, 积在背里一样, 结果你两脚就会溃烂, 你就等着就会折肢, 前总统长经过, 先生就是受害者, 他说, 如果你知道这个按例, 你没有得到教训, 学到, 那跟这一样, 跟着人家做, 你就是重的, 还有你吃中药那时, 还有肥肥中药的时候, 随一随的病人都知道, 当你用中药清除, 你两脚累积多年的旧血糖时间, 会有短时期的高血糖现出现,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每日运动直到出汗为止, 你不吃白米白, 不吃面条, 跟着蔬菜, 你喝茶, 喝蔬菜糙米, 加上你的运动, 自然会燃烧多月的糖分, 如果因为血糖高, 而回来打肥肚素, 前功就更加气了, 所以叫你要多些运动, 做出汗为止, 吃多些蔬菜, 喝多些茶, 它高, 中药令到你吃的时间, 会有糖高, 你继续做多些运动, 透过出汗, 如果高血糖持续很久, 就看看你使用多少年的药物来控制, 如果你控制得久的年份越多, 你的血糖就累了在双脚里面, 这些旧的糖, 这么多年来, 你没有排出体外, 积累了你的血糖在脚内, 你在吃中药的时间, 这些血糖就回流回你身上, 化它, 它就回流在身体上面, 所以你需要长时间消化它, 每个人都一样, 如果有人说中药造成血糖高原因, 很简单, 你只要将同样的药给你周围的人吃, 看看血糖会不会高, 就知道了, 即是你有糖尿病, 你吃中药, 你会感觉血糖高了, 那些人就以为你吃中药令到血糖高, 如果装你的中药给那些没有糖尿病的人吃, 看会不会高, 你的高的理由, 就是它了起了你以前积聚的糖分出来, 因为人家没有糖尿病, 所以自己的中药都不会高, 就不是那些药是有糖分, 令你高, 是你自己本身有它, 给你抽出来, 所以高, 这个要清楚, 中药几乎是纯减性的, 在纯减性的环境, 是没有细菌和病毒的, 知不知道,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中药 可以令你的乳酮上升, 第三样, 胆背唇高的人, 西医又说的, 要食用Depta, 来降低它, 接着就引发西匠心脏病, 就会吓你了, 那些蠢人也被吓到, 立刻就跟医生指示他吃药, 另外一个国梦就开始了, 这个不懂得处, 这个不是英文, 它是专业的药名, Socker, 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Lepta和Socker, 这个是药名, 这两种药造成你短期记忆丧生, 又损坏了你的肝脏和肾脏, 很多副作用, 又是一个大片局, 因为任何西医都有酸性的本质, 造成了移脏癌的机会, 大症, 即是你胆固醇高吃这种药, 两种药你会生胰壮cancer, 胰壮cancer很难医的, 这个医学院长兼博士, 他在临场上, 只要叫病人停止吃零食三个星期, 你不吃零食, 那些有胆固醇的人, 就会降到二百以下, 根本连中药都不用用, 有很多病人喜欢吃零食引起, 那些胆固醇, 被西医强化了, 变成胆固醇, 造成生状病, 去吓人的题目, 被吓人的病人, 就忘了问我医生, 胆固醇为何会有, 你没有问他, 你说胆固醇高, 他你不懂得问他, 为何会有胆固醇高, 胆固醇高是你吃得不吃多, 你没有问他, 我说, 关于胆固醇, 在西医研究的项目, 是最扑解的, 研究之一, 他说西医的医学, 考纳明目, 界定病理的名词, 因为他做了题目, 才能运用到假慈悲, 来卖药, 赚钱一种商与行为, 即是他不弄个名堂出来, 你不怕, 这个对胆固醇本看法, 第四, 三酸甘油脂过高的人, 就是因为吃了油炸食物过多, 还有你过肥, 才形成的, 只要你不吃油炸的食物, 或者减肥, 就没有了三酸甘油脂, 但是西医小题大做, 又找个理由来吓你, 威胁病人, 如果你不吃控制药的话, 你就会有心脏病, 那些病人又加强这些药, 很多人用钱就没有心脏病, 吓到有心脏病为止, 他医过很多这些病患者, 他开一些清肝的药给病人, 三酸甘油脂就降低了, 因为肝是心脂母, 一旦肝脏代謝毒素功能下降, 就不会有些不肝症的血, 入到心脏, 就对心脏造成威胁, 本药会引到心脏病, 即是不靠调, 第五种, 食西方很多种脂保养药基因, 这个是人物最无知, 而且最无力的情人, 所有西方的营养学物业家, 只要的目的, 就要被大家一起排除, 才有选择, 因为美国就无人化了, 他们就要工作效应, 一切缺口要发出, 到此很多人自经每天做做饭, 都不去研究如何煮好, 煮好食的食物, 所以那些快餐店, 就根据那些环境保好生意, 当然这些食物, 缺乏了很多应该有的营充, 那些营养補充剂就开始有发展, 因为你吃不多, 吃那些食物, 鱼烧食物, 那你就要有韩西药的营养補充剂, 一你不够, 那你就要吃这些药, 实际上, 吃这些营养成分高的合成药, 不单止对身体完全没有帮助, 反而会去为那些食咸细胞细菌, 过累性病毒, 那些病情更加严重, 所以就变了很多美国人又肥, 又脱头发, 皮肤又干燥, 就会多用了那些天然食物, 所以它令皮肤干燥, 有这样的食物出来, 所以你就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你要吃多些天然的食物, 有机的疏果, 这个是正确的, 如果你想美白的话, 人家要喝多些菊子汁, 平均的营养, 你只要有平均营养, 就是依靠你这样的食物, 你不选取恰当的食物理性, 所以你不敢吃, 就一定需要你选取, 在中国人浪费了五千年的时间, 去研究食物理性, 到目前为止, 根本, 在根本上, 就已经习惯性自已, 我们中国人的质疑量, 平均来自我们祖父母的存世, 就不需要依赖外来的错误知识, 即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家长 就是烹饭, 你们能做什么料, 煮红白果, 摹, 煮红白果, 汤水, 是我们的文化全程, 所以不可以依賴外利的錯誤知識 現在中國人將科技當作科學 科技不同科學 一旦崇拜西方人 只要是美國人說的就對了 除非美國人真的需要 其實要轉向美國人 找中國人講求怎樣學習 這些傻子要人每日吃就會健康 結果根本得不到 得到很多醫不到的病 死得更快 其實我們要小心 不要讓美國好 在食物的營養方面 美國和中國人好 我們中國很多世界都不吃的食物 第六 很多人追吃亞視不靈的人 很多人以為一天吃一塊亞視不靈 避防心臟病 這是錯誤的 在204年的醫學研究報 來自美國的醫藥會 講得很清楚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每日一片亞視不靈可以避防心臟 你會有超過85%的機會得到疑狀癌症 因為亞視不靈是一種強酸劑 酸性對人體破壞最大 減性看得最好 不但長受與完全沒有病痛 要成為減性的體質很簡單 你立刻停止喝咖啡 不要吃甜粉 不要吃雪糕 不要喝可樂 完全不要吃糖果餅乾的零食 多喝茶 多吃有機梳果 一段時間的體質便會變 如果你不聽他的件事 你有一天有胃癌症 或者臨花腺癌症癌症 再來找他 他都很難幫到你 記住在癌的環境 是沒有病毒和細菌和癌細胞的 即是你一個人的身體 變成完全癌性的話 癌細胞是很有的 所以這個是大家的 大家要認識清楚 第七 胃酸過高 而反逆食道的人 我們叫胃酸渡流的人 這個是很普遍的問題 就算他做腸胃科西 也達不到 到底胃酸渡流 為什麼會有呢 現在醫學博士 這個院長要告訴大家 這個根本 就是病人自己搞出來的 只要你吃多些甜的食物 多喝咖啡 多吃雪糕 多喝可樂 你很快的胃酸就來了 因為現在事件上 很多是用人工糖來做甜的食品 那些人工糖 那些裸粒很小的 就好像維他命一樣 是要來餵細菌和過濾性病毒 那些細菌病毒吃了 因為它們就會排出酸性的粉變 就是要來餵細菌 就是要來餵細菌 就是要去餵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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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這些病人 來找他 他就告訴他 他就告訴他原因 根本的藥都不用吃 那個病人就好了 他就好 他回到西衣 那些西衣 小蹄大做 這個又是不懂得看那些什麼字 不知道什麼 是那些藥名來的 又是藥名 Pervicite Pervicite 又是不知道什麼藥 中文不知道什麼藥 就開這些藥給病人 去中和胃酸 這個是相乾的藥物來的 不單止要吃一輩子 結果這個病人的胃酸 就更加壞 因為他長期依然不要這個胃酸倒流 變成會把這個食道燒傷了 結果變成這個食道癌 食道癌就是這樣形成的 或者胃癌或者淋巴癌或者胰臟癌 還有會引起鋁的中毒 就是鋁金屬的中毒 還有你會有老神經的損壞 甚至有柏金生士症有關 副作用很多的 就這個由胃酸引起的 大家最重要不要吃甜的東西 不要喝咖啡 不要吃雪糕 不要喝可樂 盡量搞少一點這些東西 好了 第八 如果吃女性賀爾蒙的太太就要注意了 今年期的婦女經常被西醫告訴她 要吃荷爾蒙來做替代品 要不然你就會不質疏鬆 這些是無數百度的說話 就嚇傻了很多無知的婦女 在中國五千年以來 從來沒有人有不質疏鬆症的 我們過去在中國沒有說要用什麼 荷爾蒙代替品 也有很多美國老太太來找她看病 她一次都是講同樣的說話 她說她告訴病人 千萬不要相信服用荷爾蒙替代品 可以預防不質疏鬆症 因為她們最少都要吃十年以上 最多有些吃了超過三十年 而結果每個人全身都有不質疏鬆症 因此她的結論是 如果你繼續吃女性賀爾蒙替代品 你一定會得到很多不質疏鬆症 不吃反而沒事 除了有不質疏鬆症 你還有心臟癌疾病 她從來沒有聽過有女人 因為今年期不舒適而死 但她又見到很多女人 因為食女性賀爾蒙而死 心臟病或者癌 如果今年期不舒服的症狀 原因都是心臟不好造成 只要你將心臟保護好 所以她什麼症狀都沒有了 因為沒有辦法忍耐今年期不舒適的女人 她就小提大做她吃這種女性賀爾蒙 反而死得快了 因此你們看到這篇文章的女士 就是她清醒了 就不要再食女性賀爾蒙 第九 很多女士發覺癌防稍微有硬快 有硬快 就很急切去切片 很多這種女人 這種女人是迷信西醫的人 非常迷信的人 因為如果西醫就告訴你 如果你及了發夜 就可以醫好和開預防 於是這些無痴的女人 就開始一連串噩夢了 她說大家細心想想 你將一個蛋黃雞蛋拿出來做蛋黃切片 結果是怎樣呢 你又會連續幾次做同樣的切片 那這個雞蛋就會變成什麼樣呢 就一定會腐爛的 乳癌就是一種禁不了的腐爛 她末期非常惡臭的 曾經有這類病患者去到她的診所 結果她那種臭化 一個星期才散到她 你聽不懂 乳癌很嚴重 所以女人得到乳癌的原因 百分之九十個鼻癌 是每年去西醫做乳房健康檢查做醒的 即是你不去做乳房健康檢查 就沒有乳癌 不然你做不知有 你明白嗎 另外有十個鼻癌 是被自己一直吃西藥 傷到心臟引起乳癌 乳經不知道有多少人 因為一直吃西藥抗生素 或者止動藥或者維他命 結果造成了肾衰蝶 心臟病的人 直到他臨死之前讚西藥好 沒有西藥早就死了 那就麻煩這些人醒醒了 殺死你的就是西藥 令到你忠受病痛的話 又是西藥 他說還記得幾年前 英國很有名的日本合唱團 Bitches的Morris Creek Morris Creek Morris Creek他剛剛五十四歲 結果因為小腸套 連在一起造成腹痛 半夜送去急診 結果開刀就寫在手術台上 在前不久 麥當勞總裁心臟病突發 就寫在會議上 剛剛年紀六十歲 這些都是有錢人 他們買了最好的醫療保險才會死 因為他們買了一個很好的醫療保險 因為他們買了一個很好的醫療保險 是在十五十五十五秒左右 如果有病毒 如果有病毒 他有病毒 他沒有病毒 那他就診癌 他修养了几天,直到那个奖排了戏之后就自然会好 你有保险就进医院,不用钱,那就死了 如果你没有买保险,不进医院,睡在床上,放肚子会好回 那套戏走了出来很多 所以麦当劳这个总裁,如果他没有钱买零食 他需要不断劳动,他找食的话 因为他有大量劳动,不够食,就没有多余钱买零食 如果你做一个有钱,不用死了,因为西医院 甚至前一分钟西医检查认为心脏很好,于是相信西医的蠢人就没有戒心 他下一分钟就心脏病发死了,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早上看到荣记的老板,他一个星期前验过,说他没有钱 荣经虎买,不过一星期死了,荣记的老板,卖报纸的,不是我们说的 很多朋友都是,以前我张监全都是,那个议员 刚刚完医生而已,盼生了,下班了,很多人都是 这个医学院长说得对的 第十一样,如果喜欢吃止痛药的人,就要留心了 目前在市面上,所有的止痛药都会伤到肛脏,又伤害到肾脏和心脏 只要你的肛脏、心脏、肾脏一受伤,你即时会有便秘和睡得不好 你时间久了,就会开始脱头发,你眼睛的视力又变差,体力又会衰退,容易抽筋 连同西药的营养剂合成维他命食多了,都会脱头发相干的 维他命A,是头号的肛脏杀手,更何况是止痛药 所以任何痛症都有他的原因,只要你找到原因就可以治好了 绝对就不可以乱食止痛药,不可以压制他 很多人在因外种药,令到心脏失败,令到终身世实,病得不伤致 这是女士 现在最新的女士,已经是止痛药,有种痛药的物件 只要生成感与�肺沉的物件 相当好,很多性质的女士 因此只是止痛药,我不能得高中风 有种是二十多群重风 这些是个很果厉,又愚蠢 是很麻烟的羽难了心 为伤痛药,只要准成生产猬药 靠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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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